我们台湾的朋友 好 今天我们待会就 在五分钟 我们就准时上课 我们之前 一样会有这个 前一周的复习 说我们今天会准时开始 那也顺便跟各位来 在线上的朋友已经上线了 袁总老师今天会特别的 依照我们的 在第一堂课的那个惯例 就是一定要在 这个时间内 好不好 我们就一个小时之内 包括我们的TED演讲 跟整个课程 我们会在 预计在 我们是六点四五 七点 大概七点半 七点半之前 会整个结束我们的 教学课程 那今天有个重头戏 因为今天我们说 年过年到了 农历年快到了 包括在 就是 都接下来要大扫除 好不好 12月24号 熟悉前 就是我们说要 那个什么 要送照神 甚至要做一些有关的 过年的一些准备工作 很热闹 所以今天很多 在这个前一周就有很多的那些朋友 包括是 微信给我的 希望说能够今天我们就多一点 甚至要加倍的时间 让各位来 做Q&A 好不好 又针对年节的 当然 包括过去整年的 过去2022年的整个一些 回顾 有一些什么要 咨询的 我们都可以在线上 就这样 直问自打 很欢迎大家 所以今天 今天也再次欢迎 目前已经在线上的朋友 陈六教练 奇奇老师 小银师姐 伊丽师姐 还有我们高雄 刚刚那个一个 还有一位师姐 好像是 我刚才小银 佩宇 佩宇刚刚不是已经准了吗 佩宇加油 好的 谢谢陈六教练 我们现在 我们在等一些 我们内地的朋友 没关系 他们会晚一点上来 晚一点上来 我们都待会 还是要准时 就陆续就开始 我们的课前课 好 我们还有三分钟 我的时间现在是6点12分 谢谢大家 好的 有一个 我刚刚佩宇 应该是不小心来 没关系 加油一下 你刚刚离线了 离线了 刚刚有在线上 我看一下 我再把那个 好 我们准备 那原生现在 原生现在把那个视讯 音讯都有分享了 今天的题目都很应景 待会我就会提到说 今天 今天也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说 我们农历年 我把那个农历叫出来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先去拿个 一个书本 对 走到 现在很精彩 过年的过年很喜气 令景 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 这个原生上讲大本 没关系 我们先 找来的呢 就说看你写到这个 这个是 很热乎乎的 这个我们台南的那个大 大的庙 这个就是 龙米粒 这个是 这个是 都是新一年度的 好 欢迎各位 来 六原油 今天 今天真的是很热闹 今天街上 再来明天十六 就是 来 我问一下 在场的 我们有 一些公司 各位知道明天 是不是就是尾牙 对不对 十六 农历的十六 是尾牙 那但是 现在一般工商时代 就 我已经提前了 像 像远藏老师的那个 小孩 小孩 他们在南科上班 上个礼拜就吃尾牙了 现在有人 那个 一两个礼拜前就吃尾牙 所以他们那科技公司 效率特别高 连吃尾牙都要提前完成 提前完成 所以蛮有趣的 好 好 那 我们再来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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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没有 有人是用 那个 那个什么 微信给我 那个我看一下 没关系 还在路上 没关系 像美保教练 美保教练 晚一点 没关系 好 都欢迎 然后 台北的奥斯卡 好 这个新朋友 好 好 我们再两分钟 再两分钟 我现在对一下 两分钟 因为前面是 是复习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准时 因为准时上来的朋友 然后 再次 祝你们 也谢谢你们的 我们将第七堂课 大家要等 有始有终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做个好的一个 一个示范 好的一个 一个时间的管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分钟 这一分钟 这一分钟 我们就准时开始 准时开始 我现在摄像 把它开了 谢谢大家 好 这个备用的镜头 备用镜头 好的 今天都很顺利 再次感谢大家 好 手机我关静音了 好 先喝口茶 喝口茶 马上开始 那个配仪师姐 应该你的那个 手机应该有 那个再重新 入一次就好 再入一次就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在这 谢谢所有的 参与者 好 把这个 大家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我们在场的来宾 在场的我们的教练 还有琪琪老师 所有的来宾 以及目前 还在正在 努力上线当中的朋友 我们 永泽老师在这边 欢迎大家 今天是2023年 1月6日 也是我们居家办公 风水 食物跟应用班的 在新的年度 新的开始 新的第一堂课 也就是我们的第七堂课 我们今天是第七堂课 很感谢大家 这样一路走来的 大家一起来坚持 跟分享 真的 我们的课程真的是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有那种质感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提供了很多的个案 包括原中老师 本身自己 每一周的一些 个案的分享 真的就是因为 有你们的存在 有你们的资源 跟提供这么好的个案 所以我们的这个课程 真的可看性 各方面的专业度 真的我们是 值得我们去做一个 自我肯定的 真的很棒 好 那接下来就 原中老师就开始来一个 开场白 欢迎大家来到 居家办公 风水 食物跟应用班的 第七堂课 今天是2023年 1月6日 礼拜五 今天跟各位讲 今天也就是 我们在生活 那个民间信仰上 有一个很有 很有特殊的日子 叫天色日 天色日 它是属于传统 的一个节日 但是如果说你 西洋的那个 不同的信仰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 看成是类似像一种 类似像感恩节 感恩节就是一种 感谢 真的去做反省 我们叫天色日 待会马上会有资料 跟各位来回顾 所以我们会让 在前面的这种课程 回顾就放了 来解释什么叫 天色日 也就是今天 好 那首先我们还是 来做一个 我们的今天 第七堂课 课程大纲的一个解说 2023年1月6日 首先主题一 我们看 风水科学大白话 第十 哇不得了 你看我们一路走来 从第一 第一 第一集到现在 我们已经第十集了 也感谢 这个多礼拜来 大家对第九集 我们第九集 就是上个礼拜 大家对第九集的回想 相当的大 尤其当园中 把我们的回放 尤其在微信 回放到内地的这些朋友 收到之后 我们的微信 真的是接了 好多好多微信 那表示说 真的内容 包括 大家对这种 风水的这种 比较现代化 科学化的这种运用 大家都是讲 有目 就是心有 心有同感 所以也感谢 也激励了我们 来更加的讲 要往前迈进 把这个课程 做得更专业 更科学 然后这样 那个富能 跟这个的专业提升 能够更为我们所用 好不好 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甚至我们的身心灵的提升 健康 好不好 包括我们的整个 一个财富上 一个理念上的 一个富裕跟平衡 好不好 好 那TED的十分钟 第十集 就是我们的 身心灵全喜风水 写的2.0加强版的 什么 第二集 今天还会在进阶 跟各位分享 大概四五分钟 今天四五分钟 的一个TED的一个分享 那后面就紧接的 就是我们的主题二 居家办公厅的什么 选址规划 Top2 很重要 上礼拜 袁中老师有 预告 我们的居家也好 要找好的新娘房 还是为孩子的 甚至为自己 找一个按居乐业的 一个好的住宅 然后在那边 安身地面 甚至就是要找办公厅 还是说住办合一的 这个厂房 办公厅 都很重要 有一些重要的 员众把它整理的上 第一阶段的 就是上礼拜 那这个 这个礼拜 比较偏向于什么 外格局 就是外面 这是我们讲 门走出去的那些 河流 还是那个道路 甚至今天 还有更加强 就是房屋的屋形 这个大楼的形状 还是说 这个房子 透天的 还是独动的 它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急跟凶 还是说 磁场上的不和谐 我们就可以讲 事前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讲 把好的 为我所要 不好的 我们就讲 不用去 在那边执着 我们就 不用去那边 也不用去选择 那就可以避开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困扰 跟一些危险 所以叫趋吉避凶 所以说 第二阶段的这个选址 规划很重要 第二 part 2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 第二个主题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要特别来 在我们的那个前日里面 我就会介绍 这个所谓天色日 就是我刚才讲 就是西方来讲 就是感恩节 就是Sensegiving 那我们在东方的传统性 就是天色日 那他一年大概有五天 每两个月大概就有一天 很难得 从来说 他就像 透过那个天干地质 这样推算 所以大概有五天 到六天左右 五六天 那这个应用呢 我们大概就看到 好 主题三 今天呢 风水案例呢 今天袁宗老师 以身作则 我们之前都是 很感谢我们 台北的夏总 唐之花集团的夏总 提供那么好的案例 包括嘉玲老师 大牌包括乌西老师 都提供很多照片 不管是圣诞书 公司航号的这些lobby 有没有 所以说 现在目前还没提供的一些 朋友还是线上的朋友 还是线下的朋友 没关系 袁宗老师 我讲过了 我们这年后 我们还会陆续有开相关的 不管是居家风水的 还是有关这种 包括 航号姓名的 航号的命名 还是说我们个人的有关这种 一些比较生活上的一些主题的 有关我们的这个 时长的 跟疫情有关的 都会陆续开课 目标 我们就是 晃远 2023年 整年度都会有课程 每一周 当然过年期间 会休息个一两周 会休息个一两周 让大家可以好多年假 那台北的原任科技公司 就是我们 就是 袁宗老师 本身自己 目前在 做 规划的 整个的 那个服务的公司 那 今天一样 主题也是有关这种 感恩节 就是我们讲 天色日 还有 怎么安太岁 因为我们接下来 还要 谢太岁 有没有 你看 12月24号 除了要送赵神之外 有没有 就是要跟 赵神爷爷 请他帮我们讲好话之外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 大人物 就是我们的 太岁新君 有没有 我们的直年太岁 有没有 所以要讲 要 要 恭送他 这样 回天庭 然后这样 去奏 奏旨 对 然后帮我们说好话 帮我们 祈福 帮我们讲 祝福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 天色日 还有 送神 送赵神 就是要送赵神 跟什么 谢太岁 好 这个在我们的案子里面 会提到 好 第二个 台湾的这个 何董 就是在高雄 他本身这个老板 很懂得 顺忠追 这种礼教 所以说 他也是礼请的 谢老师 在大年大节的 包括像冬至也好 还是像清明师姐 还是像崇阳姐 他们都会做 给祖先做功等 那当然 我们在西洋来讲 就是为祖先这样 祷告 就是这样 做一些所谓的什么 一些祝福 这都一样 其实宗教不同 但是其实他的意涵都是一样 就是要对 这样 我们的过往的祖先 或是我们的长辈 一种怀念 一种纪念 都非常好 中西的 那个心态 跟那个意志 那个意义都是一样 所以都相当 值得去我们去表彰 跟重视 好 所以第二个案例 在主题上 主题是今天 主题是今天有一点多元化 因为现场节目 其实今天坦白说 既然袁宗老师 今天做原刃公司 就跳上第一线 所以今天 影片里面会提到 各位让各位欣赏到很多 有关袁宗老师 在做第一现场服务的时候 的一些影片 也是这样 也是动态的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第五个 今天重头戏中的重头戏 我刚刚有开场来有讲 今天的主角 就是在场的 线上的 各位 就是在场的 线上的朋友 各位来宾 各位企业组 还有来宾 教练 各位老师 因为今天 要过年前的这三周 套一句 我们刚刚线上的 这个是重庆的 重庆的一个王 他是 Lulu老师 我很谢谢他 在前三周 他也是上线 看回报 他说 袁宗老师 你可不可以 后面的时间 让我们问个够 那内地话说 让我们问的 那个 问的 那个讲 问多一点就对了 那上面的内地话讲 其实蛮 很有趣 所以说今天 我们的时间 会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没关系 有超过一点点 没关系 提醒袁宗老师 我会讲 速战速决 那是重点都会提到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课程 好不好 45分钟 然后K的演讲 都会在 课程之内 好 礼拜五 那个 这是主题五的 所以待会 你也可以用先把 那个问题先 发在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你不方便 开麦的 你就把那个问题 就写在那个 我们那个留言板 好不好 我会看 因为现在旁边 有人在帮忙 帮我看那个 盯那个 再来 我预告一下 今天的课程 特别多的一个叫什么 叫课程预告 也就是要预告 下周 跟下下周 也就是小厨系那一天的课程 跟小厨系就是下一周 有没有 各位看了一下 1月13号我们要开始这样 要送照神 然后也要谢太岁 有没有刚才提到的 那我袁中老师会教各位 怎么去感恩 然后 其实在家没有安的 没关系 你可以到庙宇 去做一个祈福的动作 这个我会教你 好不好 那一般的像 西洋的信仰的话 我们一样 我们可以 非常感恩的心 好不好 就是一样 感谢一年来的什么 平安 一样都是一样的心态 跟那种精神 都很好 那1月20号就是小厨系 1月20就是小厨系 1月21就是大厨系 就是要过年 那小厨系那天 我们有 我们有些彩蛋 袁中老师先给你卖个板子 1月20号 因为我们还要讲 要赢财神 对不对 所以袁中老师在1月20号 我们等于说是农历的跨年 所以我们真的很巧 我们的12月30号也是 也是小厨系 新年的小厨系 然后我们的12月31号 刚好接到 有没有 我们那个实践家 这个大平台 我们那个 伟贤老师跟那个 郭老师他们那个跨年 那个大节目 那个全球的 哇 上万人的 那个真的很浩荡 那我们 这个班刚好都是小厨系 农历年也是小厨系 你看多巧 所以说 1月20号重头戏 好不好 当然也要祝大家 新年 新年一年多久 更整整日上 好不好 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顺顺利地 好不好 然后心想市场 各方面都越来越好 好 所以预告到这边 好 我们接下来来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 我们的课前课 好 那一样 我们还依照我们的惯例 我们要 首先我们一样 要感谢我们地球母亲 对不对 感谢地球的 给我们的承载 感谢在场的每一位 对这个课程的 疼喜跟什么 支持 因为你们的宝贵时间 你们的支持 你们用力来聆听 所以让园总友的这个平台 让我的多一个分享的 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很感谢大家 感谢地球母亲 也感谢 感谢在场的 我们说天地 感谢当下所有的存在 人是十地物 所以我们现在 一样 我们今天来 一样 大家好 在 方便的 你就把这样双手 就我们做 就是两个开放的系统 就把它这样 不一定是只是祷告 这样其实就是一种 很舒服的一个什么 自我的一个什么 平衡 你看 左边的 右边的 我们那形成一个什么 独立的 封闭的系统 就像祷告 这样一个合照 很舒服的 尤其是 你刚下班 像那个美把老师 现在搞 搞不好又从外面 刚从冲进了 那个客厅 把电脑打开 喘呼呼的 对 你就可以这样做 就这样子 然后这样 都不用想 你就呼吸放自然 袁中老师教的东西 都是非常 很平静 很平静 不用那么 让你记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的这个风水 都是尽量不要让你去背那些 学里的那些公式 都不需要 就是让它很 很顺流的 很平顺的 本来就会的 好不好 就是像双手 让我个手指头 这样碰起来 对我们感谢当下 感谢我自己 然后 靠赏自己 然后 让我们的身体说 哎呀 主人啊 主人 终于 我要感谢 感谢我们的什么 身体 好不好 所以感谢我们当下的存在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 自己的什么 生命气息 享受 平衡 自在 学习 丰盛的人生 对不对 好 祝大家 好 记得 就这样做 上课的时候 也可以一边这样做 然后就再来 结这个什么 瑜伽的 好吗 十全十美的手印 好不好 OK 好 所以袁总老师 以身作者 我一边用滑鼠 我一边就是截这个手印 然后放在你的小腿 大腿上面 老师你可以像放在桌面上 很舒服的 因为他这样就是一个能量的手 好不好 所以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自己 感谢在场的 我们的一个存在 好 接下来 太好了 我把声音 我把声音拿掉了 好 我把声音拿掉了 我们有进步了 对不对 所以谢谢大家的 叮咛 我们那个特效 尽量把它拿掉 首先前一周 重点 我们上礼拜不是有那个 提到南投的 那个杨总裁 有没有 那个金融大老板的什么 南投的一个什么 那个度假三中的 有没有 安太岁 有没有 安神明 有没有 有些安太岁 你看 那什么叫安太岁 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 这个是大家一般 比较normal的 古罗的这个观念 那我们就 什么叫安太岁 安太岁的时间就是 每次的 农历的什么 天功诞成 也就是农历的九月初九 好 九月初九 就是天功生 天功生 这是安太岁的时间 那 送太岁 这就是我们下礼拜要 讲的 那送太岁 就是要感谢 这个太岁 什么为太岁呢 太岁你也可以说 他就是什么 就是说 有人说是比较清明的讲话 就是说 他就是玉皇大帝 派来的什么 钦差大臣 我们马上 比较那个 有追据的 不能知道 皇帝派来的 对不对 一年 那他的任期是什么 一年 像我们今年 我们 现在农历年还没过 是不是叫老虎年 对不对 就是 任饮年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任饮年 他有六十甲子 就是一年 总共有六十个太岁 然后今年就是任饮年 那他的那个 宝号叫 赫二姓军 赫二大将军 他今年就要值班 然后值班到什么时候 原来上次要到 农历的 那个十二月底 但是因为一般我们 十二月二十四号 就是要送赵神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传统习俗 也有人在 十二月二十四号 农历的 这是农历的 好 农历的 就会讲 送赵神 送太岁 谢太岁 然后一定要先 谢完太岁之后 才会开始这样 包括 那个什么 拜拜 把我们的祖先 然后才会做 所有的 送赵神的仪式 下面我帮你们 整理下来 好不好 好 我们就是很快 跟对方来 复习一下这些 比较平常的一些观念 那送赵神的时期一样 那送赵神 我提到 他就比较弹性了 因为 送赵神 他也是我们的家神 所以说我们会怎样 有个时期 十二月二十四号 到大厨系的当天 晚上 到天晚上 所以说比较弹性 所以说 anyway 你也可以到除夕的时候 再跟 言下之意 你要比辩多了六天 可以 好好的去 不能说八节 应该说 好好的跟赵神爷爷 我们讲 使命赵君 因为他是 未来这边讲 他有那个功德部 功过部 他会帮助 原忠 这一年来 你一月份 有认真 二月份 稍微偷懒一点 他就记起来 有没有做善事 有没有好好的去爱惜你自己的各方面 对长辈有没有孝顺 他都会讲 做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讲 就是做一个数据的一个什么 回馈 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的民间 一个信仰 跟也是他提醒我们 要讲 要有守规矩 所以说他在这 我们的整个那个 民同习主的这个教化上 教化上 其实是有正面的意义 所以说 这点值得我们去提倡 这种这种怀念 但是我们不迷信 其实赵神 其实我们讲 就是在讲我们的 厨房的公安 有没有 小心火苗 对不对 要注意 那个 煮患 用到火 用什么水火 要好好的善用它 不能让它产生危险的状况 所以赵神 一般是在讲什么 整个我们厨房 屋内的什么 磁场的一个和谐 能量的一个象征 我们就一个分称它为 叫吃命造军 也是掌理了我们的什么 一家的什么 一个气场的 一个提升 一个民间的一个信仰 这个尊重 好 大主席记得 所以推完春天的时候 不用急着送它 你可以等到吃年饭 的时候 可以再跟他说 say hello一下 请他讲 上亿天地 帮我们讲好话 好不好 好 我们赶快来 好 那我们说安泰岁 有要送泰岁就要先安 那上礼拜我们就很快的review一下 有没有 袁正老师在这边安泰岁 这是泰岁盘 那 所谓泄泰岁呢 下礼拜会再回来 就是把这个颅 有没有 我们来 我们看这个要看图说故事 就是你安的时候 就把颅安好 对不对 等于那边就是他一个他的位置 你请他 那个 安坐在那边 但是你所谓泄泰岁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香火 把它清 把它打理好 把它这样甚至用红纸把它盖起来 也就是说让太岁 新军可以这样 换个年假 然后上达天天 好不好 所以说太岁爷爷 他也有那个年假的 跟我们一样 我们年假大概一天 我一个礼拜 我两个礼拜 然后到等到什么时候 就是新年的农历 农历初九 来到我讲 初九到元宵节这几天 我再来做安泰岁 所以袁中老师 你看这边是2013年 就是也是十年前的 也是在农历9月9号到9月15 就会跟老板还是主家 看哪一天方面 我们就选哪一天 去安泰岁 所以说也要看哪一天 是不是良辰几日 所以说安泰岁送泰岁 有他一定的专业的一个过程 这边就让各位来分享给各位 你看这边有没有 这上礼拜我们看过了 那就是老板 圆满了 我们就上述 祷告感恩 新的一年 甚至有人是顺便把团拜 有个大公司 有个农历老师也去主持过 那个新春团拜 会跟安泰岁一起办 也有这样子 也可以帮他洗上加洗 这都是很好的 好 因为这上礼拜的 我们就快一点点 安泰岁二 来 送泰岁送赵神 对不对 我们说下礼拜要讲的课程 我们今天就很快的 也预习一下 来 因为送泰岁送赵神 你看 他说送神就是辣月 就是农历的12月24 有没有 汉人叫送泰岁送赵神 刚刚提到了 那 现在就看我黄色的部分就好了 一定要先送完泰岁 因为泰岁的神格比较尊高 那赵神 他是随地 就是说有 等到长幼有序的 但是都是这样 对我们的 对我们主家 对这个家庭 都是正面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们要尊重 来 先卸完泰岁 才能送赵神 这是礼仪 那再来看这个 环白的地方 上天言好事 下界降吉祥 这在讲谁 在讲我们的赵王爷 赵王爷 所以大家先有这个概念 有概念就好了 其他那个东西 就是一般的礼书 你可以把它截读起来 因为我们下礼拜 我们在除夕前 小除夕也就会送赵神 所以我会把一些 一些小的那些 有没有 有一些比较生活化的 我会一样 准备给各位 好不好 那回复到我们的 这个这边来 好 那很重要的 今天还有一个 特前的叫 天色日是什么 就是今天 当下的今天 点下之一 我们在场的老师 他就说 袁中老师 你今天到底 总天在忙什么 我跟各位讲 下面就是我的分享 袁中老师今天起得很早 因为今天是天色日 其实我从昨天的 我们说一天 一日之际在一层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在看 就是在指食 也就是 前一天晚上的11点 就是我们的 隔一天的什么 指食 所以袁中老师 昨天晚上11点 就开始很热闹了 包括我们那个公司 包括在南部的办事处 还有一些分据点 都有人在讲 在所谓的什么 在忙这个天色日的 一些礼仪的事 所以天色日 其实是很好用 很实用 而且是非常 不管是在风水老师 还是说一些 专业的一些服务的课程当中 天色日是一个很好运用的好日子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 来我把它调出来 每年有四到七个天色日 一个年 一个季 一个季度 一二两个 也是两个月 两个月 所以平均两个月大概一次 好 这边这个口诀 大家记起来就好了 因为农民历 它都会写 所以各位这不用死记 我把那本 袁中老师刚刚有一本 怎么飞到哪边去了 我叫助理帮我拿过来 我刚刚有一本农民历 我看一下 好 没关系 他刚刚旁边去了 也就是说 那个红色 那个红彤彤的布置上面就有了 像今天它就 天色之后 我到晚就会看到 下面就会让你们看到 春逢 雾云 有没有 雾云 下甲午 就是那个天干地址 这个不用背 我们就把它顺口六见 春逢雾云 下甲午 秋直 雾生 天色 露 冬月甲子 最为良 百事达之 多吉祝 那今天就是冬月 来没有 纳月 所以是甲子 来我们待会看那个日子 好吧 大家就会看到 好 古书有记载 天色日 以什么 可以做祭祀 来我们看这个图 看这个图表 还有祈福 今天我们都有做 求是 就是要 怎么样 就是要子孙满堂 灾教 就是要讲 也是要祈福 还是消灾 还是说 我们要 要想 要反省 对不对 结婚 嫁娶 修墓 罩帐 包括我们要庄网 有没有 我们上个几堂课 我们那个夏种 有没有 你要是南北向的房子 假设还没交节气之前 今年是不能动工的 就有换太岁 对 太岁房不动 不动土 但是如果说 刚好就有天色日的那一天 我们就可以讲 我们就大事化小 假设 也不能说百为禁忌 而是说 可以折 折什么 权宜措施 也可以修造 但是要专业老师 特别给你一个 选一个好的基层 要配合那个时辰 所以这就比较专业的一个高度 所以说 只要天色日在寺庙 乃至于教堂 你看 我刚刚讲过的 我们宗教是一家的 上礼拜有提到 你是东方的信仰 还是说你是西方 像信耶稣 或信天主教的 甚至信阿拉的 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有教堂 我们有礼拜堂 对 一样可以用祷告的 那东方他是还有 比如说拿香 但是我们像基督教的朋友 还有我们天主教的朋友 我们就是双手合十 甚至我们就讲 这个金字堂 对 用双手合十 先程最重要 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尊重 很好 都要 可以偷偷祷告 那我们东方叫祈福 祷告 然后讲 这个日子 这个时辰 我们讲 他就是一个天使地利人和 有没有 所以你再配合我们的这个 能量之心 有没有 灵魂之心 他的整个感应跟共振 他会讲 更加 有加倍的效果 这个也是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一个科普尝试参考 好不好 就像我说我提过了嘛 上个月 就是2020年的12月9号 那天是满月 有没有 他的整个能量之长 太阳跟月亮 还有包括星辰 星星跟我们的本体 他那个宇宙之间 本来就会 从不出现了这个 这个共识性 讲到共识性 今天就很开心跟各位讲 叫共识性 就是共同的共 时间时间的 共识性 相对我们就要多去掌握这些 运用这个什么 这个时间点 然后为我所用 好不好 共识性 好 然后讲 都会特别理念 所以有什么愿望 都可以这样 趁这天去祈求 还有 对不对 我们说那个流星来的时候 可以许个愿 对不对 其实不一定要看到流星 在天色日 当天 一年有六次到七次 好不好 好 我们很快的来 我们试试 这个电风就漏掉了 没拿掉 来 没关系 重点是要看这一张 来 各位来 我要借由各位的目光 来看这个地方 所以我不用去找那本通书 我已经把它放在这边 天色 这有没有看到 来 几月几号 国立一月大 几月 这个是任意年通书 好 一月六号 果不其然 就是今天 袁冲老师讲 我昨天晚上11点 11点就开始 很忙碌了 因为什么 那个八二分级都打了 当然不是八二 就是这样 有些会来祝福的 甚至也是问问题的 所以甚至 袁冲老师也跟你讲 指示一般我们老师 专业的老师 包括我知道有些教堂 神父他们也 也懂这个 但是他们不是说 这个 那个 他们是用指示 当成是一天的 我们说一日之际在一场 开什么 甚至做一些仪式 那我们像袁冲老师 还会在指示 做什么动作吗 在开光 就是那个神 那个神像 还是菩萨的那个神像 会做一个所谓的 就是说 祈福的一个仪式 我想拍光 就让他讲 祈求他来保佑 整个能量资产 提升 这叫开光 会在指示来做 所以这也是很特别 一个尝试 各位当尝试就好 所以你看 刚才我们听到 甲子日 有没有 很快我让各位回去说 所以很难得 我们今年是甲子日 是天色日 这个要轮流 因为甲子它每60什么 60为一个周期 对不对 所以甲 冬天又轮到甲子 它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会讲 今天 哇 满满的都是人 待会各位看到 那个时期的照片 那我现在要跟各位讲 西洋叫祈祷文 我们东方的讲话叫树文 树文就是一个表彰 各位看到这个就是了 那袁东老师 我讲的 我们今天就以 原刃时空能量公司 为一个 今天是我们的一个课案 各位能看到 这边就是 我们的时期的案例 这个袁东老师 在南部的一个服务处 这个地址 那这个就是我的法印 就是我要盖章 因为本身我是宙子法师 但是我就是神子人员 那要很慎重的跟天公讲 我们要自称为什么呢 各位能看到 看得到清楚 有没有看到 袁东老师要自称 我现在是对天公 因为天色 天色就是天为大 就是欲王大帝 就是上帝 袁东老师要自称 要找围城 所以各位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追剧过 看那个乾隆王朝 还是康熙王朝 那些文武百官 那袁东就是其中一个 我可能是那个 也不算是 也算是 也算是极品 我不是不知道 但是我至少 要拿个 不是要拿个版书 有没有 那个版 有没有 皇上驾到 然后各位就 皇上 有没有 就开始讲 然后要上朝 要讲 要禀报 所以要怎么样 要自称什么 毗城 毗城 毗城就是一个 我们的法师的 对天公的一个牵称 那一般我们 在写这个 祈祷文的时候 一般叫写 比较谦虚的 就是乙民 就是蚂蚁的乙 叫乙民 一般的民众 就写乙民 那当然有人说 就写地址 有人就这样子写 但是写乙民 是最 那个合乎礼教 所以你看 这边 袁仲老师 这边都会写个 围城 有没有 围城 然后你看 有没有 围城 卸山药 那个山药 就是 袁仲老师的一个法名 我们那个 四汉天师 我咒词了 你看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法印 好 讲到这边 就是让各位 很快 我们都要 这样十来分钟 十天保卫 所以我们就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我们很敬景的 知道说今天 这些庙宇 还是像教堂 我知道教堂 他们有做感恩弥撒 好像有做一些感恩的 有 很棒 不管是 不同的信仰 都是对天对地的一种感恩 因为已经年终了 对不对 一年快要过去了 所以说都会怎样 做这样的一个礼仪 都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学起来 这就是通书 然后天色日 好不好 所以今天一看 叫很多的那种巧合 那跟各位讲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讲补库 天色就要配了什么 天库 地库 水库 大家知道就好 这个知道就好 这边就是我们的 那个库前 这是我们阳世间 要用的补库 那第二个例子 各位就会看到 原来我才会举例 补这个库 其实有 要是要给我们 祖先的 给一些过世的 长辈的 那跟这个就不一样了 它那个颜色就比较淡 比较属灰色的 那这个它有彩 上个颜色 有天 地 水 所以有红色的 蓝色的跟什么 跟白色 就代表天地人 这就是也是一个礼教 一个礼俗 好 大家知道就好 好 很快的来 我们今天接 接下来 我们用一点 我们的时间 要加快 我们的 进入到第二个 叫风水科学 大白话 第十集 身心灵 全景 风水 原理 我们今天是进入到 我们的一个 进阶 那原生老师 还是今天 一个很开心的 一个讯息 跟各位来分享 其实今天 原生老师 也把我的 就是书本的 就是有印刷的 那个 我一样 拿到 因为我们叫天色 可以祈祷 也可以一个庆祝 所以我就把 原生老师 上礼拜 有跟各位宣告的 那个新书 有没有 在1月6号 就是今天 然后我就把它 拿到 那个天空庙 然后就做一个 什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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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就是等于一个 一个祈福 让好的资讯 好的这种 疫情的 这个国学 智慧 能够 在我的努力之下 我把它 去表述 分享 做一个 专业的示范 然后让更多人 能够去 把这个好的智慧 知识 能够去应用到 然后帮助到 很多人 这是原生的一个初心 所以很开心 今天一样 就是也是一个新书发表 但是现在还在 还在 还在叫板当中 今天只是一个 一个这种宣告 那接下来 要跟各位来 今天我们的 风水原理的 第二个进阶 就是要 空中庙有 空中庙有 其实它 现在很流行 大家都在讲 就是说 要讲一个宣告 对不对 你要从能量层面 先拥有的 先有了努力之后 形成了一个意念 在精神层面 有一个意念之后 你才能够在物质层面 产生具体的什么 成就 跟你的想要的 心想事成的物品 对不对 所以叫空中庙 今天原生老师 跟各位来分享 好不好 我们透过这个 大白话 大概10分钟 到15分钟的演讲 好 所以我们今天 会很按部就班 把它做一个解说 好 请各位继续看下去 身心灵全形风水 2.0 没有错 也就是我们的书 刚刚讲的那个书 但是原浪老师 今天要特别 跟各位分享 上次我们是说 为什么每个人 都要学意见 为什么要学风水 但是我们今天 在把它进阶到 当空中庙有 遇见意见的时候 这次会有什么一个 我们说会有什么一个 火花跟一个升华呢 我们说空即是射 射即是空 大家不获胜 对不对 有人说原浪老师 这个是我们那个 观自在菩萨 心经的那个 那个经文 对没有错 心经就在讲 这个空中庙 有没有 有没有 射空即是射 射即是空 有没有 受想形式 亦复如是 也就是说 我们的眼睛 看到这个射 我们万生万的这个影像 包括各位看到这个视频 看到原浪 这个是眼睛 我们说 射想 射受想形式 亦复如是 就是我们感受 受 想 有没有 我们的思想 行 有没有 是 就是我们的五官 一样都是一样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 看到都是只是表象 然后像这个 经典在高 给我们的启示 其实我们不能去 拙那个像 但是偏偏讲 我们会讲 会 频率不够高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不够高 知识不够高的时候 没办法做一个 明白人的时候 我们会讲 会误导 被误导 我就在讲这个 所以说空即是射 设计事宫 就是提醒我们要讲 要随时要做个明白人 然后怎样 要能够怎样 去看到事实的真相 那这个怎么去看到事实真相 你要怎么要做个明白人 那就要讲 长知识 就要讲 要学 要问 对不对 不懂没关系 但是要懂得讲 要问 所以学问最重要 学习怎么问问题 学习不懂的时候 要去问专家 对不对 问我们的什么 长辈还是老师 所以说这个 就是提醒我们 空即是射 射击是空 其实它是一个 很生活化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slogan 不是一个标语而已 所以说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说咱们 大家为什么要了解实相 刚刚提到了 你看到的是 一个事情的 一个外在的时候 它不见得是这个样子 所以实相是什么 就是真正的什么 它的 真正的状况 叫实相 实相 这个有点比较表意 那我们的表 生活上我们说 风水陷阱 理事就一如 实相跟 就在讲理跟事 好 理事它是属于 道理 你只要讲道理 原理也好 但是事就讲 我讲真相 我们说事实只有一个 阳光之相 这样 都会谈在阳光之相 它就会现出事实 对 所以它在这边就讲说 我们要讲 要有这个 明白的智慧 要长知识 然后讲 要去辨别说 风水磁场也好 有没有 风水陷阱 它也是在讲 一种无形的能量 但是它实际上背后 有没有什么因素在里面 就像我们说 我们今天看到高娃电堂 我们的皇子的明堂 有没有 讲风水 你的门一打开 你前面有一些什么 那个电线杆 有没有 甚至有那个什么 零零脚脚的那个墙壁 有没有 壁刀 对 这个是影堂什么 风水已经陷阱了 但是它的理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这个像 又代表一个什么 我们要讲 要很清楚 对不对 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做对峙 比如说 有这个 有这个 雷花电塔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做缓冲 对不对 甚至要 比如说 种树 还是说 遮葬 还是说 我们就换个方位 不一定要跟它硬碰硬 这就是在讲理事 看到了 但是我们有个对峙 叫理事 所以说 你还要讲 还要讲 很专注的 就叫自行一处 我这边有挡道 你们应该没有挡道 我这边有挡道 自行一处 无事不办 所以说 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去退缩 反正你要讲 要正视它 勇敢的去面对它 你就专心的去 跟它怎样 对接 然后去看透 甚至讲 我们讲 去了解 甚至去分析它 所以叫 自行一处 无事不办 这个你看 这个是又来了 没有 这个是就是跟刚刚 理事一处 事是一样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什么 柴米油盐 降助场 包括我们的事业 工作 小孩 亲子互动 这都是事 所以说事 就在讲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领领种种 这些 都叫事 那理就是讲 我们要去探讨 它有什么原理 它的真正的什么 那个什么 一些规划 规律 规律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什么 我们易经的什么 来 各位继续看下去 这是有连贯性的 你看 易经的什么东西 不易 有没有 便利跟简利 这样 来做一个什么 分析跟做 去把它解释 那你就会讲了然于凶 就不会被他所迷惑的 甚至讲 人云亦云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尤其现在网络时代 各位有看那个购物台 有没有 看那种 双十一的那个 那个购物节目 哇不得了 去年 我们很多那个台商老板 他说每一次 就是忍不住 就去看那个双十一的 那个节目 就莫名其妙 各个月的那个账单 就多了 一二十万的 那个人民币 银屋账款 为什么 就代表这样 你是被影响的 当然买一些必要的 有需要的是 是OK的 但是有一些都是多买的 各位有没有觉得 所以说 网络时代 有它的好处方便性 但是强度 也造成我们购物上的什么 那个 over 对不对 就是有点负担 所以这个要去做权衡 所以说 不义金事 便义金银 简易其家 那我们上个礼拜 各位还记得了 这个地方 袁中老师把它做一个什么 替换而已 这叫大到精致 中到精盈 小到其家 有没有 其实我们易金 讲白了 就是讲 不义 便义 跟简易 所以要简简单单 你做个明白的 其实就是要 用易金的这个什么 三个这个构面 去当自己的生活 这样 有条理 然后很平顺的 很顺流的 然后回回到 我们讲的内在能量 有没有 我们的阴阳的协调 我们的女性能量 跟男性能量的一个 很和谐的一个共振 然后你可以讲 男生你就讲 你可以继续去做 一个保护的 保卫的一个 勇敢的一个 经营者 还是一个独当一面的 一个什么 leader 或是一个mentor 一个导师 但是女性能量 会帮助你内在的评论 让你怎样 能够洞察先机 而且怎样 能够看到对方 表面之后的 之内的 之外的那些真相 所以说 讲男性能量 跟女性能量 不是很新 不是什么 别度心裁 其实各位在看 袁敦老师 在第四堂课的时候 就有提到 包括开场牌 我们的说明课程的时候 其实就在讲 我们疫情的什么 阴阳的什么和谐 跟独益 便意跟简益 所以说 它是一二三 三二一 不益就是便益 便益也就是简益 简益也是不益 知道懂吗 所以说 我们说当空中 没有遇到是疫经 其实它就是 让各位在更昇华 说原来 疫经 它跟很多 这个道家跟佛教的 经典里面的意思 它是怎样 它是合一的 它是 都是共同的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 依规的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人之觉悟 百分之九十 都是后天 精进明白所知 我们刚提到 要做个明白人 但是你怎么可以 作为一个明白人 要精进 要精进 因为你唯有精进 我们就没有自律 你有好的 给自己一个什么 提升 言下机具要讲 要多学问 多什么 多行 少说 就是要多 去实现 身体力行 所以说 觉悟 我们的觉悟 不一定是大车刀 那是这样 可以说 做个明白人 好不好 所以在岁末年初 我们2023年的 第一周的上课 跟各位来 后面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精进 用一个明白的 一个学习 一个平衡的人生 好不好 好 所以跟各位来看到 最后来我们再 看到这边的一个 流程 叫看破放下 财富之涯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财务海洋 要这样 不断的去给对 不断的去讲 付出 但是这样 我们就是看到了真相 原来 要怎么收获 就要怎么讲 要怎么宅 对不对 所以 舍得 舍得 有舍 才会得 对不对 这个得 当然包括 我们德行的德 对不对 你有了这个德行 有了这个自律 有了这个 有没有 你本身有这个涵养 有这个德行的时候 当然所得的 一定会讲 倍增 才会更财富自有 好 我们把这个观念 袁中老师 很快的跟各位讲 好 我们今天的换灯片 不多张 但是我们可以讲 然后很快 到做一个那个总结 身心理缺取风水2.0 这个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但是今天袁中 我们老师 来跟各位延伸 有没有 环境跟人 有没有 我们刚提到了 理跟室 室就是包括什么 我们人跟大环境的 这些山川河流 有没有 还有太阳月亮星星 这就是人跟大环境 这也是属于室 那他的理是怎样 理就是说 星球 它有星球运动轨迹 有没有 刚不管是太阳 那个什么 这个12月9号的满月 还是太阳跟月亮的 这个所谓的什么 引力互动 它本来就有个道理存在 跟我们人的互动 它都是独立的 都是共融的 所以说 各走各的 所以理无爱 事无爱 在讲这个 我们有我们的道理 人有人道 天有天道 地有地道 这是我们讲的地理 叫地道 好 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 也是一样 也是理事无爱 我们上礼拜不是提到了吗 我们要慎重追缘 对不对 我们要对这些 无形的这些 不管是小动物也好 这些 有形无形的生命体 甚至我们要讲 包括外在星球的 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 看到它存在的 但实际上它是有存在的 这些生命体 有没有 这个族群都要尊重 所以说理事无爱 是在讲我们人跟整个大宇宙 甚至整个我们的三维空间 四维空间 甚至五维空间的讲 和平共处 那严重老师跟各位讲 严重老师居然是一个 一个作者的正规的法师 我们传统的中文 道教的一个正义 我们天师父的作者法师 我们更懂了这种 人跟谁 我们讲白了 当然现在逢年过节 讲那个字 大家可能会觉得不讨喜 但是没关系 其实我们有人道 有所谓的畜生道的 有所谓的二轨道 这还有第一道 我们讲就是那个 有没有 就是轨道 其实轨道你可以讲 它就是另外一个 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什么 维持 一样他们也是有 他们的那个社会组织 有像我们这样子 有这样上上下下 也是要要实义住行的 但是讲 只要你能够心怀正念 你都是讲 有照这个天地人的 这个道理 天道 人道 跟地道 一样都可以 理事无外 所以今天 袁正老师要跟各位讲 我们除了重视风水的 这些行家的 理器的 这些原理原则之外 还有这些 实际的操作之外 其实就要了解说 我们本身 这个个体 包括这个环境 它的整个能量市场 跟所有的这些 我们的这个 第二个过面 其他生命灵性 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要用尊重的 一种感恩的 的一个心态 去跟他们和平的 什么 相处 那你在你的世间 你的有形的生物 生命呢 有有形的这些物质啊 事业啊 包括财富 我跟你讲 你就会怎样 得到多助 甚至会讲 得到很多 我们说贵人相处 有没有 其实贵人 讲白了 就是我讲的 其他的灵性 还有包括你的长辈 甚至你曾经 这样 跟你有缘的人 他来这边怎样 来跟你结缘的 甚至来报恩的 有的是你前世的修为 这就叫做理事无碍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用一个比较学理的东西 来解释比较日常的一些风水 还有开运啊 财运啊 跟各位来分享 再来人与人世 人世间的关联性 这个就比较难度比较高 为什么要讲事事无碍呢 每个人都他的既得利益 每个人都他的自己的一个 家庭跟患女嘛 对不对 所以要讲 没有错 以前都是这样 自己顾自己的 但是现在是地球村了 我刚才知道 都是网络时代了 你在家 还是会被人家的观念影响 对不对 像现在我们在看直播 你就会听到原长老师 在分享这些 什么理事无碍啦 事事无碍这些理念 对不对 一些经典上的理念 包括什么空即是射 射即是空 对不对 空中没有这些观念 所以说我们要讲 更要有自己的什么 长知识 然后去学问 然后把原长老师 今天跟你分享这些 你要先把它内化 多听一遍 里面会有一些什么 你值得你去参考的 为你所用的 这就是我们原长老师 开这个课的初衷 所以叫事事无碍 这个境界是比较 一开始比较复杂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讲 我们就是按部就班 还是柴米有点降入 然后讲 你怎么去跟人家 跟你的亲朋 而有和平共证 你讲过了 上个月 上个礼拜的课程 就是你要提高自己的频率 让自己都是正能量 怎么提升能力 那个频率 一样原长老师 还是又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让两个开放的系统 当你要去跟你的家 家人 还是跟小孩 做亲子沟通 还是有卡卡的时候 在场的妈妈 父母亲 你们辛苦了 真的 亲子的互动 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的重大课题 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懂得说先让自己先和谐 让自己的什么能量 吃场下提升 来 有没有 要跟孩子沟通 甚至有代沟的时候 我们就 到什么 灵魂之心 宇宙之心 好不好 那边就是我们的智囊团 就是我们的什么 智库 那边有很多大数据 你知道吗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对不对 我把你为我所用 好不好 所以说灵魂之心 宇宙之心 脉魂 就是我们的什么 今天袁装老师在把讲 决定今年 就是我们的大数据库 就是我们的这么 资讯的什么 我们的什么 智慧 知识的什么 宝库 好不好 善用 怎样 远在天边 尽在 尺尺 尺尺尺 好不好 垂手可得 所以说以后要是 沟通不良的时候 包括对同事 对老板 还是老板对部署 我们就放下 我们刚才讲要顺流 顺流不是说不敢他 不是说就 随他去的不是 而是讲 先扛荡下来 让自己讲 赶快回到最佳状态 我们 我们 透过去台湾 有一个那个饮料 叫康佩特 有没有 我们就是喝的再上 这时候这样 怎样 这样整个 平衡以后再上 好不好 平衡以后再说 平衡以后再做决定 好不好 尤其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老板 很多的企业主 你们都要复盘 2022年 要展望2023年 开始要做计划 要做决策 对不对 要做投资决策 对不对 所以袁正老师 跟各位讲 你不用花钱来请袁正老师当你的顾问 我现在就告诉你 最好的顾问在你的内心当中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空中庙佑 那个庙佑就是你要的答案 怎么达到那个境界 你说袁正老师你打高空 空中 那怎么又庙佑 你打得讲的太久 不会 这个就是空中庙佑 我今天把这个 我把这个今天的空观秘密就讲出来 什么叫空中庙佑 就是这个 但是你要提升到什么 民文之心 所以说我们上海的政经教育 袁正老师在这边正式的宣告 我们的居家办公风水实用班 我们可以拿来做 应用在大企业的大决策 大工程的一些规划上 我们不卖那种选须也不做 不空谈 其实就是要让企业老板这样 静下来 定静男女的又来了 然后讲就做这个动作 所以原下之意 各位知道吗 当袁正老师把这个空中庙 把这个 这个slogan 这个大干货跟各位讲完之后 袁正老师大概下年度的 那个整个那个业绩 大概下滑了两层 其中有十家产业说 那个大老板说 袁正老师 那我看 我明年就不用续约了 我们我自己来做空中庙 我跟各位讲 这个大老板 袁正老师也祝福你 这样更好 好不好 那代表你这样 我讲过了吗 企业大老板要讲 你要 一定要自己的智慧 跟你的 明白的什么 基本的这些 不管是风水的 整个做决策的 因为你旁边很多国师 有很多的专家 律师 快递师 甚至精算师 但是怎样 老板你本身要懂得怎样 也要基本的 这很专业的什么 水平 我几个我们 那个台湾的一个 经营知识 就是往往去 王总裁 王总裁 他学历不高 但是各位 你知道吗 他旁边很多的 博士跟专家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王总裁 他本身没有一定的知识 他自己的内部的 涵养的话 他能够去 善用这些 我们讲 这些专家的 这些智慧跟 他们的专业知识 答案是 一定要 自己有 好不好 包括我上次一直在 很敬仰的一位 那个 长春化工总裁的 那个 林总裁 林北北 他们都是 很好学的 懂得怎么学问的人 像袁中老师 在五年前 跟他解释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跟他这样 在高铁上的时间 不到半个小时 他居然问了 问了我十几个问题 不管是有关 风水专业的 你看这些大老板 这些成功者 企业家 包括我们那个 长江集团 李总裁 其实我们都有机会 跟他碰碰面 他们都很好学 这点是我从这些成功者 身上学到我们 以你为 正在要多多学习的地方 好不好 就是要好学 而且很自律 所以各位跟各位讲 好学又自律的肯定是这样 离财富之有 甚至本身就是财富自有的 一个什么示范者 一个最好的一个实现者 所以我们也祝他们 也感谢他们 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示范 好 我们就赶快把话题撈回来 好不好 跟各位讲 抱歉 我刚刚这个话题 我刚刚这个空中 没有这个 很抱歉 我这边刚刚好像你们 没有看到对 哇 这个是袁总老师的疏忽了 刚刚我在讲这边 所以你们这边截屏一下 刚刚那一段话 所以你们有看回播 袁总老师 今天讲的太专注了 我一直盯着第一个荧幕 让你们看到是第二个荧幕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刚刚就在讲这一章 有没有 讲这一章之后 我是不是要接着下来讲这一章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所以没关系 在场的各位 我知道有点留言 袁总老师 你今天好像在讲无字天书 不是的 因为袁总老师 忘了把第二荧幕 这边 有没有 有没有看 我们很快的再领域一下 刚刚不是讲 易经 这个空中庙有吗 我们 你把它解语一下 空中庙有 遇见易经吗 好不好 所以今天你看 新年新春的第一堂课 没关系 因为我们都有 录品都在好 所以说 一样你还可以 当我在回看的时候 再把这个拿起来 我感觉就是 袁总老师 其实今天是小小的一个 卖个关子 我没有把讲义给各位 我就直接就做什么 就演讲 好不好 既然就贴着演讲 当然就不能看小抄了 对 好 所以请大家包含一下 但是很重要好不好 空中庙有 还有 自清一处 无事不办 刚刚就在讲这些 上半段讲这些 那接下来下半段就在讲 一样大自然的 十项境界的三大方面 理事无碍 看后面这边叫 事无碍 理无碍事无碍 理事无碍 跟事事无碍 有没有 人与人之间 其实最复杂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一些长辈讲过了 人心 人心 隔肚皮 有 袁东老师在小时的时候 一些长辈都说 人心 是高深莫测的 反而这些动物 动物 这些万事万物 这些事情都可以预测 但是人心会善变 没关系 袁东老师 我也深以为 深着你感受到 但是 人心会变 是一定他有 有时候他的一个前提 甚至他有他的服装 有时候我们被背叛了 我们被怎样 被呼隆了 甚至被不尊重的时候 我们就反而我强调 赶快静下来 赶快先让自己的内心的 天堂能量 共平共正 我们说 袁世讲先反求诸己 有没有 我们老祖先 东方的老祖先的修养 对 严回有没有 一日三行无身 你看这都是孔子 赞叹的地方 有没有 严回 所以说我们先 先自己向内观照 当然我们不是 不去争取 而是先让自己 看不上下来 这就是一个什么 智慧的一个生活化 好不好 所以就是 人与人之间 要达到四四五万 不简单 这要渐进渐修 甚至要讲 要见物渐修 好不好 我们互相勉励 好不好 所以在此跟各位来讲 稍微一个抱歉 刚刚各位袁中 讲了那么一大堆 好 那讲到这边 原来上我们 进入到我们 TED的尾声了 就是说 原来上 大致的有三个 在很快的复习一下 就是环境跟人 上一大提过 第二个就是 人与他 其他生命灵性的 什么 关联性 那今天我们把它 理出来 理事无碍 很重要 好不好 我们要懂得他们理 我们要尊重他们 但是我们自己要想 也要 很踏实的去过我们自己的 什么 规律的生活 然后讲 互相尊重 即使是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背景 都可以理事无碍 这就讲一个什么 和谐共存 好不好 地球存的观念 好 人与人之间 理事事无碍 对不对 很多人意见不合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讲过的 我们先在能量 承量 先打电话之前 先讲 先自己先讲 宣告 对不对 刚刚就在复习一下 所以 刚刚袁正老师 赶快再把这个 还给大家 好不好 因为这两张 是第二萤幕 没有发 跑出来的 所以你们看不到 好 甚至大过面 好 这一张 应该就 我刚会 好 刚刚那张 就是一样的东西 它只是 后面那个 好 全席风水 我们说 既然就要2点 其实又来讲 回到这四个过面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 不去再 赘述了 其实 我也一直强调 袁中老师 一直在提倡了 这个全席 身心里的 全席风水 概念就是讲 一定你要回到 天地人合一 好不好 这个不是我新创 其实 袁中是把我 这三十几年来 甚至将近四十年 从国中 高中到现在的 一些对 整个这种 宇宙的 实相 现象 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柴米有点减少 包括我们的工作上的一些 现象 跟我们的什么 喜怒哀乐 我把它 运用在 整合在我的工作上的一些 什么 经验跟法则的分享 好不好 所以叫全学 叫专案组成 所以说 真的被非常面面俱到 好不好 所以说没关系 一般的老板 你当成 尝试就好了 那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 就说 其实啊 龙脉生机也好 龙脉生机也好 还是这个所谓的科学生机 是我们的金字打的也好 还是 民养两立这个东西 我待会举例给各位看 祖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尤其红年过节 我们在场的一些妈妈 还是父母亲 你们都知道 我们年纪比较大的都知道说 一定要慎重追焉 但是年轻人 他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 这个 爷爷奶奶 高祖父高祖母 都看不到啊 我们哪知道 对 没关系 年轻人我们需要给他实践 尤其我知道 很多人 不管是东南亚 还是我们内地人 我们到红年过节 都会拜祖先的人 但是年轻人 他们是不来这一套的 没关系 我们要 为人父母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 比较勉强 但是我们先 先以身作者 我们说 要身教大于原教 我们要先以身作者 好不好 所以要给我们家里的孩子 年轻人的时间 尤其有关这种 明阳两立 祖先的风水 还是这种 这种 这种随重追 不要挤 孩子他们有一天会开窍 他们会懂的 其实他们懂的 他们只是要 暂时 因为他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我们给他们时间 好不好 所以不要为了这个东西 产生一些 争执啊 甚至给他一些 比较强压性的 像是比较不和谐 OK 跟各位会讲 美丽 好 圣经理养生 很快的 Happy New Year 好不好 所以今天 袁东老师 在做Ending的时候 跟各位来讲 赴年吉祥 然后这样 要御兔 赢财 然后待会 还有很多 御兔的 我待会 会马上 做个案 好 我们就 在这个 贴的演讲 之前 我跟他讲 还是御主 新年快乐 然后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大家一定要 尽尽看看 好不好 我们去面对 勇敢地去面对 当下 都可以更提升 更好 好不好 所以说 再次祝大家 新年快乐 然后 不仅这样子 而且要怎样 天天都 开开吸睛 能量满满 好不好 好 也讲到这边结束 那接下来 袁东老师 再用15分钟时间 把我们的个案 跟这个 居家办公 风水的 规划的 Hot 2 会跟他讲 交代的很清楚 好不好 好 谢谢 有人回馈了 刚刚那个影片 好 谢谢你 提供这个意见 好的 好 感谢你 所有人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刚才有一个 我们内地的朋友 他有提到 又有 微信进来 就是刚才那个 两个画面 没关系 我刚才提过了 那个可以截屏 而且 袁东老师刚才又把它 回放了 所以 今天 我们就继续讲 接下来我们的进度 居家办公厅的 选址 规划 二 很重要 因为我们上礼拜是 第一阶段的 所以说 既然可以让袁东老师 重复的讲 两个礼拜的 所以在场的各位看观 那代表这个课题 这部题是很重要的 因为 要买房子 我们要 搬新家 甚至我们的新的 旧的房子 要把它整修一下 对 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是很生活化的 来 赶快 首先上礼拜 是不是提到来 我们就进入到状况了 是不是讲到 地形地 地形地势 有没有 包括河流 有没有 道路河流的 判断有没有 河流 道路就是河流 有人草的用 有没有 车流 那都是算一个洞线 有没有 所以上礼拜讲过 那我们今天就要从 第二个 第二大重点 叫万民堂 就是我们门打开 大门打开 车子开出去了 人走出去了 看到的就是万事万物 就是万民堂 来 大门前100公尺以内的地方 叫大外民堂 100公尺 好不好 我们就做一个概约数 第二个 屋宅位的四周环境 就是你的猪雀 玄武 左青龙 右白武 包括你的上天 上面 对 刚刚上面有没有 那高雅铁塔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时候它是很高的 对不对 还是路桥 有没有 有没有档 或者还在旁边 好 第三个就是皇屋外观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提到说 你的宅 房子 那个座山 有没有 那个五行 金木水有土 对 然后你的 住的房子的那个形状 有没有来声望你的 这个屋宅的那个五行 这个 复习一下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今天就是比较 进阶的 来教各位 好 你看 第四地形 有没有 你看 所谓名堂 你看看出去就是这样子 搞不好就看到这个路 桥的这个 看到桥 刚刚提到了 看出去就是这种 哇 高楼大厦 这个view很重要 对不对 这是在香港 有可能住在山上 有没有 哇 前面有高高的 这个叫 叫什么 这个叫潮 就是比较远的地方 叫潮 然后进的叫暗山 暗潮 就是在住山上的朋友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也是一样 有没有 其实这个也是 袁正老师在 我们台湾那个 圣基宝地 你看这就是他的名堂 你看 你看 左边 右边都有什么 有那个青龙 左青龙 右白有来 来保 来维护 对不对 前面都有这个 这个都是有水路的 这是真的货人驾驶的 这个是水 风水保地 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叫宇宙地球母亲的什么 能量网格的什么 节点 有没有 上礼拜有提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 龙脉生机的一个 那个什么 主走的那个 条件之一 好 你看 有可能这样一打开之后 哇 高楼大厦 对不对 像我们去到深圳 广东的深圳 哇 你看到那个楼 整个那个路就很壮观 整个都是 整排都是高楼大厦 对不对 像北京这样 你看 从五环 六环 一直 一直拆掉 欢迎 像袁仲老师在 2010年好不好 世博会之后 我又去北京 哇 我去北京 去中央电视台 袁仲老师十二年前 就接受那个 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方 那个去做电视节目 但是那是做网路的 那时候就开始 因为那时候 我们领导 他们强调 就是要做这个国学的宣导 所以袁仲老师在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就上那个 央视的那个网路电台 所以一样 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记得去的时候 十二年前还在 我记得还在五环 还是救了那个 央视的那个办公室 然后在格林 再去的时候 哇 不得了 整个在昭阳区 哇 好气派 有没有那个建筑物 有没有 那个央视 那个招牌建筑 真的就是这种进步 所以说 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洋宅学 尤其是行家学 对我们 对我们老师来讲 都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 言下之一老师 不能摸鱼 不能偷懒 因为我们的状况 摆出 因为现在房子 建了五花八门 所以行家洋宅学 日行约翼 好不好 所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学习 好上加好 好不好 要把这个学问 再把我们提升 然后 凡事都要讲 我刚刚讲过 上礼拜提到 要性度跟效度 都要有科学的理念 要有大数法则的 这是什么 性度跟效度 要然后讲 增加它的准确率 然后可用的 我们留下来 别出心裁了 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要讲 效光在旁边 这很重要 好 很快的 Hard 2 我们讲地形地势 上礼拜的资料 对不对 就是山坡 不要这样倾斜 然后那个仰角 尽量低于15度 10度的话是还可以 15度 不要超过 有没有 你的门前 有没有 我们说大明堂 明堂的 那个 你前面那个楼 楼有没有 不要 你仰头一看 哇 那个楼比你还要高 甚至想把你整个 倒下来都会 讲白了 那个楼 它往你这边 倒下来 会扎到你了 那就不理想 那叫暗逼 上次大家提到 好吧 就是那个仰角 高于15度 就产生暗逼 那为什么东西呢 我们原下之一嘛 所以说我们知道 鱼公为什么要鱼山 你知道吗 鱼公为什么要鱼山 因为它是山挡住它嘛 不良鱼行嘛 所以你说 我们可以学鱼公吗 可以 山不转路转 不行 不是